这个经典可是一个了不得的经典 第一它可以使你返老还童 因为你96%世界的神明 通过你诵读 它都和你同体共争一体修道 那比你自己吃什么喝什么养生 那要容易的多 所以它可以帮助你返老还童 第二你如果真正的误透了其中的一些真理道理 懂得了一些其中的技巧技术方法 那么你可以长生不老 那第三在这个基础上 你如果世间的事情都了结了 没有念性了 那你可以肉体成真 成为带肉飞升的大楼金仙 也就是在佛法界成为这个红光身 红化身 那么可以一生成佛 所以大家要重视这本经典的诵读 这不是宗教经典 这个早在这个宗教诞生以前 它已经就存在了 所以这是不是我们这个人际的宝贝 它是来自很古的古代师父们的智慧的传授 所以请大家一定要认真对待 方法又很简单 早晨起来 漱口刷牙以后 恭敬地送读一遍 晚上睡觉前 洗刷完了以后要睡觉前 送读一遍 有的人说老师 我这不是少了睡觉的时间 你这个闭着眼睡觉 你还没睡之前 你就已经神魂颠倒了 已经是乱七八糟了 但是你送完这个经典 再进入这个睡眠状态 你一夜睡得会特别的香 那么早晨你起来送读以后 你这一天去工作会平平安安 为什么 内神外神会护佑你 拱违你 然后你什么危难都不会存在 有问题的时候 向内 内提醒自己的皇庭真人 自己的那个不死的今生 不动冥王出来 那么刚才说了 他明明白白 可以帮助你化解一切的危难 解决一切的事情 使你什么事情都所愿满足 好 谢谢大家 今晚的课到这里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